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哪里的公园 这不是公园 这是基加公司在新店总部的顶楼绿屋顶 基加在2013年6月完成了屋顶绿化的工作 跟很多企业总部在大门或是庭院绿化不太一样 他们选择在屋顶绿化 绿化面积约800平方公尺 大部分栽种台湾原生种植物 也试着富裕原生种鱼类 筹划绿屋顶的有序发展办公室租福镇处长 花了不少时间寻找适合的厂商 并寻求最佳解决方案 记着现场的观察 基加绿屋顶采取一个无为而至的管理方式 让植物与生物自然发展 不以华丽的庭院造景取胜 创造一个类自然的空间 你强调所有的生物多样化 就是你的植物总体要够多 当你整个一整排都种一样的植物的时候 会遇到一个问题 这是病草案 朱镇央表示 建制完成后 今年进入第四年 今年把一些设施做一些小更新 花费稍微多一点 前三年一年花约一万余元新台币 主要用于资产与修缮相关费用 可以说是非常的便宜 而企业评估绿屋顶 降低室内空间温度约2到5度 每年可以省下1万8千度的电力 换算金额相当于节电12万 除此之外 绿屋顶也创造同人休息 种菜的空间 并可以为企业带来绿色环保节能的形象 增进大众好感 可以说是一举数得 在台北市捷运站的出口 经常可以看到卖大致杂志的贩售员 他们都是就业上比较弱势的人 期待民众透过买杂志的一份爱心 让他们可以自力更生 在西来阳网的捷运站出口 你可曾注意到他们的身影 身旁摆着椅子和一点杂志 身穿工作背心 静静地对来往的行人 投意友善地微笑 他们是大致杂志的贩售员 大多是来自社会的末世族群 和大致以一本定价一百元收入对探的方式合作 互利苟生 而每位贩售员的背后 都有自己的苦衷 自己的故事 高先生说 大致让他们自由选时间摆摊 只要求他们地点要固定 为的是避免大家互相跑来跑去抢生意 高先生也提到 在这里常触到台湾年轻朋友们的关心 让他觉得很温暖 因为我觉得可以帮助他们 然后也不是用一种 就是直接给钱的方式 在华山文状园区的易渝 有志工发行站 那里有许多关心他们的年轻志工 那因为贩售员都会来这里 所以他们可以有很进一步的接触 比如说你在路上只是可能买一本杂志就走了 或稍微聊个天 那贩售员来这里的话 可能就会驻足比较长的时间 那你们可以就是有更多进一步的互动 如果你关心弱势 同时又想远离心三色的杂志 下次搭捡运时不妨带走一本大志 殊不知无情之中 你也带给社会上的弱势族群一份关怀